我們來看一下Webduno三大雲端平台 它有三個地方可以做 那現在寫程式基本上都是積木式的 這裡呢三大平台裡面您可以看到 第一個就是它有所謂的基本程式積木的 也就是說它以後這個不會再做太多更新 但它好處是完全不用註冊 所以您只要網址進去就好了 網址進去就可以用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它有所謂的模擬器 它有Arduino Uno的模擬器 那這個UNO其實就是我們學校買那個Fly的模擬器 所以它也是免註冊 也是免註冊 那直接進去就可以用 那麼你要比較完整的 就是它需要註冊 這是它的雲端的部分 Arduino雲端的部分 它有兩個功能 一個就是你的積木程式 第二個你可以管理你的設備 因為前面兩個都沒有管理設備的部分 就是像我們剛剛給老師看的那個號碼 你知道之後就可以馬上就用了 那麼如果說你想要把你的裝置做管理的話 你可以把它註冊起來 比如說我要更新韌體 它有推出新的功能 我要更新韌體 就在上面直接做更新就好 它就可以直接透過網頁畫面幫你更新 我們那個板子上裡面的那些認定制 那個程式的部分 這樣對我們來說就相對比較方便 所以它主要這三大平台 那麼在老師剛開始要用之前 我們要帶大家來認識一下它的線上模擬器 所以等一下老師您可以進到我們簡報第十一頁 這個地方 你點下去直接 這樣就連過去了 連過來 那我就先等大家一下囉 在簡報的第十一頁 進到這個模擬器之後呢 您先找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看到右上角這裡有房子 這就是模擬器的區域 你要先把它顯示出來 好 顯示出來之後呢 它右手邊這裡有一個元件 有沒有看到我們的板子跟這些基本元件呢 那這樣子可能區域會太小 所以您可以從這邊稍微拉 這是一個方式 第二個 你也可以這個 這樣就最大化 我們再用會比較方便 那您再把元件拿出來要稍微留意一下 不要按一下就放開 按住拖曳 有沒有就可以拿出來了 因為如果你按一下就放開 它會掉在後面 呵呵 你就必須要自己再拉過來 好自己拉過來 那如果不要了 你按Delete就可以 或按這個刪除 有沒有 好那你看我把LED元件把它拉出來 這樣是不是就有一個了 那它這個呢 這個板子是UNO的板子 可是其實上這些角位 就是對到Fly上面去 好那個Fly上面開發板 所以您會發現 基本上有兩個電源 好一個3.3跟5福特的 第二個 有三個接地GND 有沒有 三個接地GND 再來其他那些角位 基本上都是相同的 好這些都相同的 好所以等一下呢 像我們這樣拉一個之後 我要怎麼樣做連線 你看我爬到這裡來 欸如果老師覺得這樣比較小 你可以用滑鼠滾輪 往前 有沒有就放大了 可以放大很大 所以不用食物投影機 呵呵呵 對不對齁 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你在空白的地方 按滑鼠左鍵或右鍵都可以 是不是就可以整個平移 好 空白的地方 如果單拉一個 當然就一個洞而已 可是空白的地方 這樣就可以直接拉 好 那你看 短角是負極嘛 所以我就按到接地 接到這邊 長角我先接到10 好了 好就像這樣子 所以我現在接好了 等一下呢 我們就可以把那個 積木的部分一起帶進來 像這樣子 我先把它縮小一下 縮小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 欸原件這邊我先收起來 按一下打開 按一下收起來 是不是不見了 因為我用滾輪 好把它往後退 是不是這樣就回來了 好這邊有了 那你看我們左手邊這個開發板 都一樣的 拉出來 只是我們現在透過模擬器而已 好透過模擬器 那至於這個 ID多少 你解決就好 嘿 因為 反正都會通 哈哈 對不對 它沒有對外連線的部分 所以這樣都會通 那我就可以來LED 這個 拉出來 有沒有都是一樣的方法 這個我是接到 所以今天我在這邊 要做閃爍 就拉出來 這樣就 就OK了 就這麼簡單 所以 這個對於我們剛開始學習 確實是蠻有幫助的 不用怕說接線啊 有接錯啊 會有什麼問題 那就給老師 先稍微試看看好不好 您可以從右上角 先從右上角那個房子 把那個模擬器的區域打開 右上角那裡